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永远的离别 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我们来到学校听取考试结果 同时领取升级证书 教室里挤满了人 连大街上也挤满了学生家长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好像是一个嘈杂的广场 老师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老师手里拿着成绩单 大家的心跳得都很厉害 小石匠科洛西他们都升级了 我真替他们高兴 老师又大声念叨 戴洛西 阿奈斯托 七十分 七十分 升级 并获得一等奖 在场的家长们都认识戴洛西 大家都连连称赞 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戴洛西 戴洛西深情地看着她的母亲 母亲用手向她致意 很遗憾的是 后面有三四个人不合格 他们的父亲生气地喊着 似乎要打他们 可老师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告诉他们 孩子没考好 也并不全是孩子的错 家长也有责任 然后 老师又读起来 耐力七十分 六十二分 升级 四代地七十分 六十七分 升级 最后一个被念到的名字是瓦提尼 他也升级了 读完最后一个名字 老师站起来说 同学们 今天你们就放假了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 和你们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可是 今天 老师有些哽咽 说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 如果我过去批评过你们 请不要记恨我 相信我 那都是为你们好 再见了 孩子们 明年我就不会和你们在一起了 我会永远想着你们的 老师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底下的人喊道 谢谢您 老师 请您度保重 请记住我们 离开的时候 大家互相打着招呼 老师非常激动 高兴地和学生们打着招呼 学校里到处充满着告别的话语 许多老师被学生们围着 说着互相祝福的话 新学期再见 好好保重老师 我们永远尊重您 万圣节再见 我们也都互相打着招呼 那场面真是动人 这时 过去的一切不快 顿时削减 向来嫉妒戴洛西的瓦提尼 也伸出了两手 去拥抱戴洛西 我和小石匠续别 小石匠做了最后一次鬼脸 给我看 我吻了他一次 我去向波莱可西和卡罗斐告别 卡罗斐告诉我说 不久就要发行最后一张彩票 且送我一块略有缺损的辞证纸 耐力跟卡龙难舍难分 大家见了那光景 很感动 就围挤在卡龙身旁 对他说 再见卡龙 再见 再见 大家拥抱着他 向这个勇敢而出色的少年告别 卡龙的父亲也来了 看到这个场面 他的脸上挂着笑容 我拥抱着卡龙 哭着抱在一起 然后 我跑到父母身边 父亲摸着我的头安慰我 你和你的同学都告别了吗 父亲问道 我说 是的 孩子 如果你有曾经对不起的人 你现在去道歉好吗 那样的话 你就会多交一个朋友的 一个也没有 我回答 那好 再见了 父亲最后看了一眼学校 用满含感情的声音说道 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